就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到他前男朋友 为什么要给他转账呢 就是那种 那过节都是他转账 我收了吗 转520 转1314是什么意思 我又没收好吧 那你没收 那别人为什么要跟你联系 你为什么要回应别人呢 他只是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就单纯的说一下 已经分手一两年了 你们俩现在这种恋爱状态 双方父母什么态度呢 我妈特别喜欢他 因为我妈开了个茶楼嘛 她经常都会跟我一起过去帮忙 就表现得特别好 所以我妈就觉得 这男孩为了我都来到成都了 然后还帮家里面的 然后就觉得哇 他真的很好 只要一有事情 我妈可能先骂我那种 你父母知道你在成都的这种状况吗 就是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 可能做一个模特来 知道所以他父母想让他回去 回哪儿 回海南 你啥意见 他一开始是不答应的 但是有一次 他居然默认了 明天四五我们吵特别凶 之前都说好了 你就会在成都这边发展啊 你们家开茶楼是吧 哎 到他家茶楼去 接管茶楼不就得了吗 跟着你未来的赵母娘 开开心心的 这不也有工作了吗 赵母娘也给看着吗 就是我现在还是想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然后他妈有需要帮忙的话 我会去帮忙 你是在重庆发展做模特 对你有利 还是在成都对你有利 在重庆要好一点 那在成都市如果从头来努力的话 跟重庆比 能不能做到像重庆那样 这个得看运气 所以你在重庆做的是说 三十天都有活呢 还是说其实你的活量跟在成都是一样的 要比成都好很多 所以说模特这件事可能对于你来说 在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但是那是一个你的梦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好你不会放弃这个梦想 女生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家长这边是特别想让我们两个好好走下去的 就是想要他也有一个稳定的想法 但他一直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有一天就不见了 所以你是对这段感情 对我想知道他对我到底是什么看法 什么想法 想不想跟我有未来怎样 想不想跟他有未来啊 我肯定想啊 他不然也不会 今天说的肯定肯定是想 他每次好的时候就是想 你吵架就肯定不想的 好 那你吵架的时候动摇过吗 当时会 但是吵完架我马上就会开始自责 作为一个男医生 你有考虑未来怎么办吗 说实话是没有继续想过 所以压根你都没想那些事 也不是说没想 就是说我就想在这两年之内如果我这个就是我这个是要是再做不走的话我就好好去上个班吧 还要再等两年那个时候都多久了呀 所以我今天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选择什么 就要么就要么按你的方式来 找一个要么按他的方式来 是不是 就是想让他为了我去自己有想去改变 好的 就是说我要去逼他 好的 我希望他有自己的有觉悟 而不是我去逼他 明白了 明白了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只是因为他为了你来到了你的城市 你觉得这个男生为你付出的在可能在你所认知范围之内已经是很多的了 你以为这就是爱吗 你为了让他留在你的身边 为了让他一直将他投奔你这个事实能够持续下去 你一次一次放低自己的底线 每一次你不能妥协的事情 你全部都因为他一直要离开你 你就妥协了 你到底是离不开这个人 还是离不开投奔你这件事 如果换做另外一个男生 也做了同样的事 来投奔你 来到了你的城市 不远万里 是不是也可以 没有吧 我是真的很爱他 你爱他什么 你告诉我 想到他要离开 我就特别受不了 你受不了的是 为你做这件事 而不是这个人 你说这个人你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工作 你看不上他的 事业你觉得他一事无成 除了打游戏就是好吃懒做 你告诉我你留恋他什么 他平时也对我挺好的 特别关心我什么的 那你就要两全相害取其亲啊 你要求这个人既要对你好 还要投奔你 还要工作好 还要挣得多 什么都按照你想来的 一步一步那样能走成那样吗 你要想想清楚 你本来非常非常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样类型的男朋友 或者说你的伴侣 但是他跟你理想当中的完全不符合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要把他打造成你理想当中的一个伴侣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口口声声说爱他 你爱他不就是应该接受他的全部吗 所以你想清楚 你爱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投奔你这三个字成了一张万能牌 男生是天天把这件事挂在嘴上 以此来保全自己可以在成都这个城市好吃懒做 然后打着梦想的旗号 持续性的混吃等死 你如果真的很钟爱你的梦想 你觉得这个模特这个职业就是你一生的梦想 你要坚持下去的话 你不会想着要转行的 你会为此非常拼搏地去锻炼身体去健身 然后每天去见各种各样的经纪人 去看所有的时装秀 那么多的节目 关于模特的 你去参加过吗 你有健身吗 所以啊 你告诉我 什么是梦想啊 你不就是坤日子吗 你为你的梦想做什么努力了吗 你只是长了一个模特的身高而已 不是所有长一米九三的人都可以当模特的 你没有为他付出一丁点的努力 就不要说他是你的梦想 你现在就是享受每天打游戏 悠哉悠哉的日子 然后只要人家一嫌弃你不工作 你就我为了你来到你的城市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啊 不要把投奔你这件事当成一张万能牌 你们两个人 一个存在幻想 觉得这个男人能为了我 来到我的城市 好像有多爱你 另一个也是存在幻想 我为了你都来到你的城市了 我还不够爱你吗 你应该接受和暴露我一切的缺点 你俩就活这三个字呢 投奔你 从幻想里面醒醒吧 好 谢谢沙大老师 谢谢